欢迎来到环球聚焦 今天我们很高兴 我们请到两位远道的朋友 他们来自中国 一位是我们大家很多朋友都已经知道了 那就是齐白石老先生的嫡孙 齐健雄先生 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 今天我们请齐先生来 请他谈一谈 他的爷爷 他的父亲和他本人的作画 另外呢 我们也跟他聊一聊 他的美国之行 在齐先生 齐先生的右手边呢 是刘明杰先生 他是上海云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同时也是齐白石投资控股集团的董事长 今天请一位企业家和一位艺术大师 来到我们节目 我们非常的高兴 齐先生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刘先生您好 你好 谢谢二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因为我们知道 二位呢 这次风筝仆仆来到美国 其实就是为这个齐白石先生的很多画作做宣传 以及让海外的朋友们更多的了解齐白石先生 我们先请教这个齐建雄先生您这次来美国的行程和目的是什么 我们这次来美国是我从儿时就怀有的三个梦想 其中之一是要这次在美国要得以实现的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 现在眼看着这个梦想马上就要变成现实了 我们是想能够做到 就是最终做到 完成我爷爷当年没有完全做到的梦想 最后把这个梦全部给他圆了 这是我们这次此行的目的 您说是齐老先生没机会来到美国来和大家交流 还是说齐老先生他的很多画作并没为美国的朋友们所了解 您说的非常正确 这是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齐白石老先生曾经在1955年度 他画了一幅百花与和平 献给了世界和平理事会 因为献给这个组织以后呢 他最后被世界评语评价 最后把他认命为1955年度的世界和平奖金获得者 为我们的祖国 为我们的国家 争得了一份荣誉 但是这件事情呢 还没有做到最完全 为什么说没有就是白石老人的梦 梦想没有完全实现 主要就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联合国 它只是世界和平理事会 是现在的安理会的前身 这样的话 白石老人真正的梦想 就是把他送到全世界去的梦想 还没有完全实现 现在一个甲子过去了60年 我们前父后继齐家 齐家后人 又一次的把这幅画重新的画了一遍 因为当年这幅画已经找不到了 爷爷的梦想也没有真正能实现 也就是说这幅画要让他传遍全世界的梦想 没有真正得以实现 今天我把这幅画原封原压了 一点不差的重新画了一遍 我要把它送到联合国去 因为现在我们世界上已经有了联合国了 联合国也能主持世界的事情了 这样我们能够真正的把齐白石当年的这个愿望 送到全世界去 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这次才不远万里的来到美国 同时更希望能够和美国人民搭起一个桥梁 把齐白石真正的齐白石展现给他们 确实齐白石老先生的名声载败 大家没有人不知道的 但是真正多少了解齐老先生 特别是他的画作的寓意和他的画作的这种高超的技巧 恐怕更多的人大家还不是很了解 不管怎么样 这一次我们还是衷心希望您的这一次的美国行能够圆满 能够成功 我们也相信作为一座桥梁架起了中美之间和中国跟世界之间 艺术的交流的这样一个桥梁 齐老先生当之无愧 他是第一人 应该我们把应该说 虽然晚了一个夹子 晚了六十年 但是梦还是圆了 所以恭喜您 也恭喜您的齐家 恭喜齐老先生 当然作为一个企业家和一个成功的一个投资者 作为您怎么看现在的艺术 现在艺术越来越多的形式越来越多 您怎么会喜爱齐白石齐老先生的艺术 有什么特殊的源源 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您的想法 在艺术这个层面来讲 说实在话 我们确实不了解 但是跟白石先生 或者更加确切地讲 跟齐建雄老师 可能天生我们有这么一段缘分 在两年多以前 在上海 我们一个很大型的活动当中 齐老师作为一个特要的嘉宾 在舞台上做分享 我也是一个嘉宾 但是我在台下 在台下远远地看到舞台上的 这个齐老师在分享 齐白石老人的整个历史 整个家族的使命 那眼含泪花 那份真诚 离舞台差不多有几十米的远 我能深深地从他的眼睛里面 感觉到那份真诚 对齐家的这份爱 以及对白石老人的这文化的 那种非常独有的 他们家嫡系的那种独到的见解 我就深深地着迷了 后来呢 就差不多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我也不断地在去读 白石老人的书 看他的精神 看他的故事 那同时呢 也找了很多方式和方法 能够近距离地和齐建雄老师 然后呢 和他去结交 经过近两年的时间 我们深入地去沟通和了解 然后呢 从商业的角度来讲 白石老人的整个代表 中国的文化体系已经在世界上 达到一个制高点 毋庸置疑 那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我们呢 在和齐建雄老师 在共同构建这个商业架构的时候 齐老师也对我本人 以及对我们集团的整个实力 也比较认可 所以经过差不多大半年的 双方的这种共同的推动 然后才确定 我们要联手共同 及我们在全中国 所有的资源和力量 来推动 齐白石老人的整个文化 在全世界的发扬 最终呢 我和齐老师 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因为在中国目前 一直没有一个 非常大气 或者非常庞大的 这样一个 齐白石文化纪念馆 我们希望通过 我们两个人的努力 作为一个号召者和呼吁者 能够带动更多的 中国的企业家 以及中国的政府 不管最终通过哪个方向 我们能在北京 或者在白石老人家乡 湖南 能把这个齐白石老人的 这个文化纪念馆 把它建起来 能够这样的话 全世界各族人民 包括中国人民 包括世界人民 都有对齐白石老人 近距离去看他 去学习他的一个地方 您这样做成的话 这真是功德一见 而且流芳百世 这个我真的希望 真诚的希望 这件事情能做成 而且能让世人 永远记住他 不过说到商业了 我曾经跟南京大学的一位 美术教授 也是一位画家 来谈到这个画作的问题 我跟他讲 我在美国很多人 就是对书画投资 对书画收藏 都有很多商业目的 但是呢 可是他们的资金的充沛 确实给了我们画家 很多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空间 我说 这是不是同臭太多了 会影响我们画家 这位教授说 他错 他说中国现在 很多画家很优秀的作品 之所以不能够问世 或者不能够真正让他 随意的 或者有才华发挥 受限于这些投资和经济方面 您怎么看 艺术家 商业投资 高雅的艺术 同臭 能放在一起吗 在这里 我想我还有必要再谈一谈 我和明杰兄弟 我们这个渊源 是何以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何以能够走到一起来 我们能够坐在一起 我们甚至同登一条船 我们共同的把我们的命运 系在一个一条树上 我们为什么能够能 做得这么坚决 能够我一无反顾的和他 一直走到底 我已经决心这样跟他一起共同合作了 他的原因起源于哪 我是湖南湘潭人 对 齐老先生的家乡是湖南人 对 我们湘潭 盛产一件东西 它在整个中国都是非常奇特的 中国帝达五国 盛产各种各样的东西 土特产 对 地方产品 然而湖南湖南湘潭 盛产的是思想 说得好 其实一个艺术家 他真正伟大的地方 在于他应该有伟大的思想 和伟大的情感 很多艺术家之所以最后没有出 没有真正走出来 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没有到位 他们的情感没有真正到位 有道理 如果你真正达到了这个程度 相信人民不是傻子 大家伙都有眼睛 齐班时是唯一的一个 没有用任何人来炒作的人 但是他永远活在全世界人民的心里 大家都真心实意的热爱他 就像我们热爱我们的总理一样 周总理 周恩来总理一样 所以这样的草根画家 他是靠真本事 真正的思想 真正的胸怀 真正的爱 才成就了他 他的名声和他的事业 刚才齐建雄先生特别提到了白石先生的画作 大家当然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 一说到白石先生 大家可能瞎的画作 大家都知道很多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也知道 齐白石先生晚年曾经有一幅作品 叫做《挖生十里出山泉》 其实通过这幅画 我们想请齐建雄先生通过这幅画 跟我们聊一聊白石先生的画风 画意思想和境界 您请 好 曾经有一天 我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 叫老舍先生 那也是耳熟能详的人 他来到白石老人的家里 因为他们是老朋友 有时候经常在一起聚一聚 谈一谈 聊一聊 谈谈书 谈谈话 谈谈写作 老舍突发奇想 给白石老人出了一个难题 说你既然点什么能画什么的话 我给你出个题目 你给我画一幅画 叫《挖生十里》 把定金都放那了 然后走了 这给老先生出难题了 对 其实大家有所不知 这幅画难在什么地方 它构图非常的难 你十里地跟一个小小的青蛙 它怎么放在一个画面里 没法往里一起放 你能够画十里 十里地那么远 就画不了一个小小的青蛙 对吧 你能够画一个小小的青蛙 这个青蛙画这么大的话 后面十里地就画出来 那是没有了 空间纵深都没有 对 从画面布局来说是非常的难 但是这还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话 你应该能够感受到它题目当中已经说出来了 最难的在哪 挖生十里了 对 最难的是挖生 声音怎么画 声音能画出来吗 它无影无形 对呀 把声音怎么画出来 我青蛙好画 语言能够描述 对 可是画怎么描述啊 我青蛙的叫声怎么能够从纸上能显现出来 这很难 老舍真是有本事 所以说作家就是作家 老舍走的时候 齐白石在家里边几乎就是一天一夜 就是一直在琢磨这话 到了第三天 齐白石胸有成竹 我现在才想到 其实他并不是第一天画不出来 原来我最早的时候 我总以为难住他了 第一天他没画出来 我真小瞧他了 其实我这些年都是在对齐白石 很多事情都是在年轻人他有叛逆心理 都是在叛逆当中 然后又服气 再叛逆再服气 直到趴的地下 最后真正的对他服了 是这样的过程走过来的 我以为他第一天画不出来 其实不是 是第一天他早就胸有成竹 他想的远远比这要高 是想到我们作为人类 这辈子你想不到的 他想的是下辈子 就是从我们这一代 他想到第一天 他这幅画已经成形了 但是他想要画的意义 第一天是他这一代 第二天是儿子的那一代 第三天是孙子的那一代 甚至于比那更长 原来我不知道这个画含义这么深 但我从小就见到这张画 我对他的理解也是每隔多少年 能够再重新见到这个画 再上一层楼 对他有更深的了解 但是他的画 至今还在我前面在引导着我 那么我再活几十年 可能对他的理解还会有更高的认识 一定会 更深的理解 到第三天这张画 他终于下决心落笔了 他就开始画 画面呢 大概是两个山剑 两个山剑当中 一股吸水流出来 远处两个特别简单的小山包 一比一个 两个小山包 这个透视这个情景呢 这个山剑里边 吸水流出来透视情景 加上远处的山包 就不止十里 五十里都有 够长了 你难为不了他 他远远的要比你还要高 就是五十里都不止 你不是说 说的是蛙吗 他在这个溪水当中 画了六个蝌蚪 蛤蜀 蛙我都嫌他大 我把蛙的儿子给画出来 更小 那么小 他把这个蝌蚪稍微扩大了一点 从这个山剑的溪水中滚滚而流出来 顺着远方流去 当时呢 我就想到的是 有子必有母 是吧 蝌蚪流出来了 那远处呢 就会有青蛙了 青蛙的叫声呢 就跃然纸上 我当时从小对这张画的理解 也就到这了 青蛙的声音出来了 有子必有母 他的造 这个构图的造诣 已经比这个老舍的 所难为他的 要高得多了 因为他只要十里地 蛙生十里 对吧 他画了五十里 他要的是蛙 青蛙 这个造型的时候说 提的是青蛙 他把蝌蚪画出来 比青蛙要小多少倍 对吧 青蛙多大个儿 蝌蚪多小 这中间又缩小了多少倍 这对于画家来说 从表现手法上 已经非常的高了 非常高了 当时我对这张画的理解 也就仅仅如此而已 好像也就是这样了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是齐白石了 齐白石之所以伟大 之所以了不起 那就是远远的 它的含义 画外之意 这个画的价值 远远远远的 要高于这些 它是经得住历史和时代的考验 它甚至于再过几千年 这张画 不仅仅包含在中国 甚至于全世界 对于所有的人类 这张画都起作用 很有寓意 对 看来这个书画的艺术确实 这人们常说嘛 这个外行看门道 行家才看门道 我们外行真的看不出来 所以您这一讲 我想很多朋友对齐老先生的一些画作 特别是对着思想的理解 应该说有了一定的理解了 不过作为一个当代最杰出的画家之一 而且他流逝的作品不少 应该齐老先生的作品 大概有个万夫吧 就齐白石老人 一会儿我想待一会儿 我们在另外一个话题当中的时候 我来去介绍齐白石老人 因为齐白石老人 他有很多世界之最 他是一个在我们艺术界 人类不是说仅仅是亚洲或者欧洲 他是我们人类在艺术界上的一颗北斗星 他不仅仅是太斗 他是一颗北斗星 他照亮了整个全世界的艺术领域 他给艺术领域奠定了 就是制定了很多尺子 永远不变的尺子 你到什么时候 这个尺子也是衡量艺术的标准 而且他有些规定 这个规定 过去现在将来永远不可能 再过多少年 几千年 谁也不可能跨越 越过他所规定的艺术的格式 这个很伟大的东西 等一会儿我们再谈 我现在要说的就是 还是继续说《挖生石礼》这幅画 挖生石礼呢 也就是他代表齐白石的作品 齐白石的作品 如果你就像《红楼梦》一样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他 真正能够读懂他 看到他 不是一个齐白石这个画的问题 他也是以你自身就是读者本身 对他这个画了解的程度 是他自己本身他做人的知识 经历 他所有的积累 这些东西的一个奠基 这几个基础达到了相当程度的时候 他才能回过头来去了解齐白石 认识齐白石的画 我之所以当年没有真正理解挖生石礼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太小太嫩 我自以为我九岁就读完了三国 就是四本书 水浒 红楼梦 三国 西游记 九岁全读完了 我十二岁把戒子园全部守灵 对灵而不是苗灵完了 对 就是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很年轻的时候 我做完了 我自以为我自己很有知识 我自己很有内涵 所以才最后才出国留学 我觉得在中国妙小了 留不住我了 那个时候是很狂妄的 正因为我那个时候渺小 所以我才很狂妄 当时我才没有真正理解齐白石的话 然而通过我在日本留学14年 通过有无数的痛苦的人生经历 几次的死去活来 让我从今从从从从头 开始人生开始认识 当我知道的越多的时候 我的奠基越深的时候 我的沉淀的东西越多的时候 我反过来回过头来再看齐白石的画 我才知道我自己的渺小 我才真正的认识了他 其实齐白石的这张画 用我们中国古代 我们从小父母教教我们在课堂上学的 也学过这么一个词 四个字叫井底之蛙 那您观察的井底之蛙和老先生的这个蛙声失礼 到底有什么关系 关系就在这 有一帮小蝌蚪 他们互相在聊 说爷爷奶奶老在那井里待着 这井就这么点 我们听说 外面有大海 有长江 有黄河 很美 特别大 那里有很多的新鲜的事物 是吧 我们听说有北京 有上海 有美国 有加州 是吧 有悉尼 有很多其他的温哥华 有很多其他的好的地方 我们也想 不像老人那样 世世代代的就在这井里居住 就这样葬送了自己的人生 我们想去闯一闯 我们去看一看 我们去理解一下 我们也许能够在那里住下来 在那里繁衍后代 能更加繁荣 更加富强 更加多的把我们的种子 拨向全人类 是吧 拨向全世界 所以几个蝌蚪商量了以后 在一个就是涨潮的时候 涨潮就是泉水涨满了 他顺着水的井边 泥土的井边 他就冲出来了 然后几个人义无反顾的 顺着水流就流出来了 流出来之后 按照他们的梦想 去奔向他们的目标 齐建勋先生非常动情的 跟我们描述了他爷的那幅画 挖生石里 确实通过他的演讲和他的解说 让我们了解到 其实白石先生 他画作这一幅画的目的 不仅仅是符合了 这个他自己的一个画作的需要 最主要他有很多的深深的寓意 所以越了解白石先生 越发现白石先生的伟大 作为这么一个中国可以说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一位画家 对于他的画作的传承 宣传和继承 其实作为刘总 您作为一个企业家 除了压力之外 如何来使后代人 能像齐先生这样 把一幅画 通过一幅画 讲出一个精神 讲出一片世界 能让人们更多的了解到 白石先生和白石先生 所代表的画作的意义 您有什么考虑 我们在这个点上 其实压力倒也没觉得 只是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好这件事情 想把白石老人这种文化 和这种精神去传承 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齐健雄齐老师 我们觉得经过齐老师 现在今年是五十几岁 是他人生当中 在作画这个创作 最辉煌的时候 而且那个肖老师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 我们齐健雄老师 他的作品 我做节目看过一些 然后我们这次来美国 带了两件作品 一个作品是应鲍尔博物馆的之邀 然后齐老师将会成为鲍尔博物馆 打破他们馆的行规 就是唯一一个画家本人还在世 然后他的作品被收藏的 这是在鲍尔博物馆从来没有过的 从来没有过的 第二个就是齐老师历史差不多三个月时间 然后重新在世了五十年六十年以前 齐白师老人送给联合国 雏形理事会的那一幅百花与和平 这幅画我是前两天在上海 运到我家里 我是被深深的震撼到了 打开的时候 我是从这次我们两个人差不多抱头痛哭 不舍得 舍不得 精品 四米乘接近三米 这么大的一幅具一幅大作 然后就是从第一个 就是齐老师的这个作品 当下我们不敢说有超越白师老人的这种感觉 但是从近代的他这个年龄 然后现在的作品 在某些局部的地方 已经超过齐爷爷的水准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齐老师身体养得好好的 能够从他的作品 然后能够更深的解读白师老人的精神 在他的画的层面里面去诠释 去发扬 去传承白师老人的这种更多的智慧的人 另外一个就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讲 我们觉得齐白师老人他是以画画虾 然后为载体来去度更多的人 那我们认为现在整个齐白师目前来传全世界来看 它是一种精神层面 既然是一种精神层面 我们可以通过万事万物 只要与白师老人有关系 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白师老人的茶茶馆 然后或者是一个齐白了白师老人的茶馆 全国各地我们条件成熟了 在全中国全世界 举行建白师老人的艺术馆 哪怕是一个白师老人小小的一个胸针 或者是白师老人一件代表性的衣服 然后呢 从他的我们从他的每近四万幅画里面 找到不同的寓意的这样的一些故事 通过这些故事的精髓 然后从法相的角度去传承去一些有识的东西出来 我们觉得想一想 在这个地方一是好玩 第二呢 特别有意义 更重要的是通过把白师老人的精神 故事装进去 作为一个不同的载体 可能就不是一幅画 但是它依然能够去代表 其白师老人背后这种精神背后的故事 在这个点上我们特别渴望能去挑战 去尝试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商业的配合 对一个画家 对一个艺术品有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这就是在当今社会人们需要的东西 不过刚才齐先生特别讲到 您的人生经历 对您的这个后来理解 齐白师先生的很多画作 是有深刻的帮助的 所以呢 也确实 我认识一些这个书画界的朋友 他们常会说 他说我们写字的功力在比外 并不是说你每天练字你就能写出好字了 对 画画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 白师先生 您沉寂了这么多年 经历了那么多 回来再看爷爷的作品 有什么新的理解 在这里我想再补充一句 刚才兄弟所说的话 我替他补充一句 其实在商业运作和艺术领域里 它是相辅相成的 对 不是说仅仅是他来帮助齐白师 或者齐白师来帮助他 他是共生共荣的 一起共同努力 叠建出来 就是搭建出一个一个梦想的平台 实现一个最好的理想 是 曾经有人问过齐白师 说白师老人 您画画怎么什么都画 蚊子苍蝇 是吧 甚至于跳蚤你都能画 而且老鼠蟑螂 这些你都能画 并且都能变钱 而且他的含义也都很深 这是怎么回事 那您绘画的素材从何而来 对呀 白师老人笑了笑 马上就回答他 说世间无误 非诗画之料也 诗间无诗画之料也 就这个意思是说 我已经达到了这个炉火纯兴的程度的时候 我随便拿一个什么就这张纸拿过来 这个椅子拿过来我叠不叠吧 一样也照样出画 出完画之后你照样给我钱 我照样这个画能够留下很深厚的意义 几百年几千年都能教育人 他甭管是什么 什么都拿过来 他都能变成艺术 这是齐白师他艺术的最高妙的地方 然而今天到了他这个程度的时候 他将把齐白师的这个艺术理念 再反过来 然后给他变成什么呢 齐白师的艺术 无处不可以把它具体的变成价值 变成人们的幸福的生活理念 变成现实生活中的 以一切给人们带来的一些个顺利也好 帮助也好鼓舞也好支持也好 都能够从源源不断的 从齐白师艺术和齐白师思想当中去取出来 然后把它变现 这是他们这个公司最终我想要 我们共同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是一个不太容易达成的目的 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对 我们做好了这思想准备 为什么要刚才说了要有富有这个文化 富有知识的年轻人 我正好处在这个艺术家一个画画的人 艺术工作者最好的年龄50岁到70岁的20年 这20年应该是最初作品的时候 没错 是吧 他呢又正好是一个年轻人 他现在可能暂时还没有达到这程度 但是我喜欢就喜欢这样的 因为什么 你像中央美术学院选学生的时候 你画的非常好 他不见得要你 你画的太好了 已经形成风格了 你不可能对未来真正 因为未来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要去了解它 去创造它 真正把它变成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 是需要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过去之后 你已经就不再年轻了 而他现在年轻正好是这个机会 所以未来接轨的时候 他在这段时间受锻炼 受磨炼 然后逐渐的成熟 逐渐的成长 到那个时候 他才是真正的英 您说的好 确实 但是目的还是要把中国的 这个包括齐白石先生的这种艺术思想 能够留下来 能让他回到老百姓当中 我觉得您当年说过一句话 要把齐白石先生还给人民 对 您这一句话 我怎么理解 齐白石其实是我们这个世上所有的画家当中很难得的 几乎是唯一的一个草根画家 不管是你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不管还是在现代 很多的画家 他们去卖画 都是要画画也好 卖画也好 都是去给那些个富人去服务的 给那些有钱人 给那些个达官显贵们 为他们 尤其在欧洲的民复兴时期 对给他们去献殷勤的 去服务去努力的 但是齐白石这一生 唯独是不给这些人献殷勤 他都是给老百姓画画的 所以齐白石是所有的画家当中 一个是从穷苦的老百姓当中产生的一个穷苦的画家 他又过了一生穷苦的生活 他最终一生都是给穷苦人画画的 唯一的这么一个画家是真正的草根画家 所以齐白石所画的画是所有的画家所不用的东西 可是现在我买不起齐白石先生的画 这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也就是说齐白石他是给老百姓画画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本人在世的时候 曾经严格的规定过他自己的画 他给他的学生曾经写的润格 他就是他很有名气了 他给他学生写的说这是我的学生 他就难以清理 他现在已经非常有价值了 那么这个孩子的画从现在开始 买冰尺400块钱大洋 就真卖到400块钱了 400块钱一瓶尺真卖到了 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这个东西都有 都能查到网上也能查到 但是齐白石在临死的时候 在临死的那一天 他的画给他严格的规定 他都没有超过16块钱一瓶尺 这就是齐白石 他说了我是给老百姓画画的 老百姓买不起那么贵的画 我就只好多画一些 把它卖便宜一点 让老百姓能够花便宜的钱 买得起我的画收藏得起 这样给他们带来幸福 他买不起虾 努努力买一副这画的虾 挂到墙上望虾指拆 这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这一个穷画家 所以因此齐白石 他真正的活在老百姓的心中 大家拥戴齐白石 再次感谢我们的企业家刘先生 谢谢主持人 也感谢我们这个企业家刘先生 谢谢您 祝愿您二位的事业成功 也感谢我们观众和听众朋友的收看和收听 再见